你们知道 我怎么给小孩子启蒙吗 比如说 我自己也有孩子 一岁多 快两岁了 然后呢我要让他打球呢 要肯定要 但是我一定是这么启蒙 就在这个孩子 如果你特别想让他练羽毛球 你记得我从很久很久以前 很年轻就在跟孩子们打交道 我从高中的时候 我就带着一百多个孩子在练球 那我非常了解孩子们的特性 如果你想让你的孩子去练球 想给他启蒙的话 你首先给他灌输一个概念 就是你要让他知道羽毛球很好玩 让他 让他看你打 他知道 很多哥哥姐姐在打 当他问起这件事的时候 你却告诉他 这个你不能打 为什么 这个羽毛球啊 都是给特别漂亮的 听话的 聪明的孩子打的 然后呢 只有长大的孩子才可以玩 如果你想玩的话 你必须得长大一点 这是他在三四岁的时候 跟他说的话 然后他就知道了 这个东西你是不让他玩的 你不让他玩的都是好玩的 首先他会有这个想法 等到他五岁多 可以真正启蒙的时候 你可以说 哪天他表现好了 你把这件事当成一个奖励 然后呢 让他玩一玩 给他颠颠球 让他感受颠颠球 你夸一夸他 让他感受到这个能打招球的乐趣 你喂给他 用很简单的动作打球 这就是启蒙嘛 对吧 你就抛给他 往他爬上砸 他只要一抬手就能打招 但是你却给予了他很大的鼓励 哇 而你告诉他 这不是一般小学能打的 天赋秉义 你告诉这个孩子 然后呢 刚这孩子兴趣刚上来 感觉 OK了 不要玩了 别打了 为什么 他现在反正才五岁啊 五岁半是练球的年龄 五岁和四岁半这种年龄 不能打的 太早 OK 不让玩了 回家 然后孩子就光念到了 想玩羽毛球的事 想玩羽毛球的事 OK了 等到他差不多五岁半的时候 把他带到球场上 可以开始学了 你会发现 这个孩子对羽毛球的兴趣 哇 真是大呀 孩子这个东西 你越让他干什么 他就越不干 你越不让他玩了 他就跟你说他越玩 你要给 我跟你说 你要说 你有一个什么东西放哪 你告诉他 我跟你说 我这东西好啊 你千万别碰啊 行 回来这东西绝对辣 哈哈哈